淮南丽王长者 高祖少子也 其母顾赵王张敖美人 高祖八年 从东元过赵 赵王献之美人 丽王母得姓燕 有身 赵王敖府赶内宫 为驻外宫而设之 籍贯高等欧反驳人士发掘 并逮之王 尽收补王母兄弟美人 戏之河内 丽王母一戏 告丽曰 得姓上 有身 丽以闻上 上方怒赵王 为礼丽王母 丽王母弟赵监因辟阳侯颜吕后 吕后度 俯肯白 碧阳侯不枪争 即丽王母已生丽王 会 即自杀 立奉丽王义上 上悔 令丽后母之 而葬立 王母真定 真定 丽王母之家在焉 复世现也 高祖十一年月 淮南王情不返 丽子常为淮南王 王情不顾帝 樊四郡 上自将兵鸡灭部 丽王遂即位 丽王早师母 常赴吕后 孝慧 吕后 时已故得性无患害 而常心愿辟阳侯 府赶发 即孝文帝出即位 淮南王自以为最亲 交迁 属不奉法 尚已亲故 常宽设之 三年 入朝 慎恒 从上如苑又烈 与上同车 常为上大凶 丽王有财力 丽能当顶 乃王请辟阳侯 辟阳侯初见之 即自绣铁锥 锥辟阳侯 令从者未尽谨之 丽王乃迟走却下 肉坦谢约 臣母不当做肇事 其实碧阳侯力能得之 吕后 扶征 罪义也 赵王如意子母无罪 吕后杀之 碧阳侯扶征 最二也 吕后王朱吕 欲以威流逝 碧阳侯扶征 最三也 臣锦为天下诸贼臣辟阳侯 报母之仇 锦拂阳下请罪 孝文商其至 未亲故 扶至 设立王 当事时 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接誕立王 立王以此归国一交字 不用汉法 初入称锦弼 称至 自卫法令 拟于天子 六年 令 男子诞等七十人与吉仆侯柴武太子齐谋 以菊车四十成返谷口 令人使敏月 匈奴 嗜爵 致之 使使召淮南王 淮南王至长安 丞相陈张仓 贬克臣逢敬 行御使大夫是宗正臣义 庭位臣贺 被盗贼中为臣服媚死言 淮南王常废先帝法 不听天子诏 居处无度 为皇屋盖成鱼 出入拟于天子 善为法令 不用汉法 己所致力 以其郎中春为丞相 据收汉诸侯人及有罪王者 逆与居 位致家世 似其财务绝路田宅 绝获至关内侯 奉以二千诞 所不当得 欲以有为 大夫旦 事务开张等七十人与吉仆侯太子其谋反 欲以威宗庙设计 使开张应告长 与谋使敏月及匈奴发骑兵 开张之淮南建长 常述与坐于饮食 为家世取父 以二千诞奉奉之 开张使人告诞 以言之王 春时使报诞等 逆绝之 使长安为其等王补开张 常逆不语 与故中为奸计谋 杀以闭口 为官果依亲 藏之肥灵异 曼利曰不知安在 又详句土 树表其上 曰开张死 埋此下 即长身自贼杀无罪者一人 另立 论杀无罪者六人 为亡命弃是罪诈捕命者已除罪 善罪人 罪人无告何 细致承诞冲以上十四人 赦免罪人 死罪十八人 承诞冲以下五十八人 四人绝观内侯以下九十四人 前日常病 陛下忧苦之 使使者赐书 早辅 掌不欲受赐 不肯见败使者 南海民处如将借终者返 淮南立足积之 陛下以淮南民贫苦 遣使者赐长伯五千匹 以赐立足劳苦者 掌不欲受赐 蔓延约无劳苦者 南海民王之上书县毕皇帝 记善凡其书 不以闻 历请赵致计 掌不浅 蔓延约记病 春又请长 缘入见 长怒约女欲离我自负汉 常当弃使 臣请论如法 致约 朕不仁致法于亡 其与立侯二千诞义 陈仓 陈静 陈义 陈福 陈贺妹死言 陈锦与立侯立二千诞 陈英等四十三人义 皆约常不奉法度 不听天子诏 乃因具土党及谋反者 后仰亡命 欲以有为 臣等议论如法 致约 朕不仁致法于亡 其设常死罪 废物亡 陈仓等妹死言 长有大死罪 陛下不 仁致法 姓赦 废物亡 臣请处属俊言道穷游 险其子母从居 陷为筑盖家事 接领时给新菜掩齿吹石器习入 臣等妹死请 请布告天下 制约 济时常给肉日五金 九二斗 令故美人才人得性者十人从居 他可 尽诸所与谋者 于是乃遣淮南王 再以自车 另线以赐船 誓时元岸见上约 上诉交淮南王 服为至严妇相 已故至此 且淮南王为人刚 今报催者之 陈孔族逢误入病死 陛下唯有杀地之名 奈何 上约 无特苦之耳 今复之 现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 淮南王乃未侍者约 谁未乃功勇者 无安能勇 无以交故不闻无过至此 人生一世间 安能意义如此 乃不失死 至庸 庸令发疯 以死闻 尚哭甚悲 未缘岸约 无不听功言 族王淮南王 岸约 不可奈何 原陛下自宽 上约 未知奈何 岸约 独展丞相 律使已谢天下乃可 上约令成相 律使逮考诸宪传颂淮南王不发疯会侍者 皆既是 乃以列侯藏淮南王于庸 首种三十户 孝 文八年 上连淮南王 淮南王有子四人 皆七八岁 乃封子安为傅林侯 子伯为安阳侯 子四为扬州侯 子梁为东城侯 孝文十二年 明有座歌歌 淮南立王曰 一尺步 尚可奉 一斗素 尚可冲 兄弟二人不能相容 上文之 乃探曰 姚顺放煮骨肉 周公沙管菜 天下称圣 何者 不以私害功 天下其以我为贪淮南王帝也 乃喜成阳王王淮南故地 而追尊是淮南王为立王 日元父如诸侯仪 孝文十六年 喜淮南王喜父故承阳 上连淮 南立王废法不轨 自始诗国早死 乃立其三子 傅林侯安为淮南王 安阳侯伯为恒山王 扬州侯次为卢江王 皆父的立王十弟 参分之 东城侯良前轰 吴后也 孝景三年 吴楚七国返 吴时者至淮南 淮南王欲发兵应之 其相约 大王必欲发兵应武 陈元为将 王乃属相兵 淮南相以将兵 因成守 不听王而为汉 汉义使驱城侯将兵就淮南 淮南已故得完 吴时者至卢江 卢江王福应 而往来始月 吴时者至恒山 恒山王坚守无二心 孝景四年 吴楚已破 恒山王朝 上已为真信 乃劳苦之曰 南方悲失 喜恒山王王济北 所以包之 即轰 遂赐世为真王 卢江王边月 树识史相交 顾喜为恒山王 王江北 淮南王如故 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古琴 不喜意猎狗马驰骑 意欲以行 因得抚循百姓 流欲天下 时时愿望丽王死 时欲叛逆 未有阴也 即建元二年 淮南王入朝 素善武安侯 武安侯实为太位 乃逆王坝上 宇王宇曰 方今上无太子 大王清高皇帝孙 行人义 行人义 天下 莫不闻 即公车一日宴驾 非大王当谁立者 淮南王大喜 后以武安侯金财物 因节宾客 抚循百姓 未叛逆世 建元六年 会兴建 淮南王兴怪之 或说王曰 先无君起时 会兴出长树齿 燃上流血千里 今会兴长敬天 天下兵当大起 王兴以为尚无太子 天下有变 诸侯并争 欲意至器械攻占拒 基金钱 陆仪郁国诸侯 犹是其才 朱便是为方略者 望作妖言 产于王 王喜 多次金钱 而谋反滋胜 淮南王有女灵 会 有口辩 王爱灵 常多与金钱 为忠雄长安 约结上左右 元硕三年 上次淮南王几丈 不朝 淮南王 王后图 王爱兴之 王后生太子迁 迁娶王皇太后外孙修成君女为妃 王谋为反惧 为太子妃之而内泄事 乃与太子谋 另诈福爱 三月不同袭 王乃义 王义降为怒太子 毕太子时与妃同内三月 太子终不尽妃 妃求去 王乃尚书谢归去之 王后图 太子千吉女灵的爱姓王 善国权 钦夺民田宅 望至戏人 元硕五年 太子学用剑 自以为人莫及 闻 闻郎中雷被巧 乃赵语 戏 被遗在此让 雾中太子 太子怒 被恐 此时有欲从君者折一经施 被吉原奋击凶奴 太子千数恶被于王 王使郎中令赤免 欲已尽后 被遂王至长安 上书自明 照下其是庭位 河南 河南至 待淮南太子 王 王后继欲无遣太子 遂发兵返 继由欲 时余日未定 会有赵 集训太子 当事时 淮南相怒受春城留太子逮不遣 何不敬 王已请向 向福厅 王使人上书告相 世下庭位至 宗继连王 王使人后四汉公卿 公卿请逮捕至王 王恐事发 太子千谋约 汉使几歹王 王令人依未侍依 十几居亭中 王旁有非是 则刺杀之 臣义使人刺杀淮南中尉 乃举兵 未婉 事实上不许公卿请 而遣汉中尉 红级训练王 王文汉使来 即如太子谋记 汉中尉至 王是其颜色和 训王以赤雷卑士尔 王自渡无和 步发 中尉还 以文 公卿智者曰 淮南王安雍恶奋机 匈奴者雷卑等 费格明照 当气是 赵福许 公卿请费 费物王 赵福许 公卿请萧五宪 赵萧二宪 使中尉红设淮南王罪 法已萧 帝 中尉入淮南界 宣言设王 王出文汉公卿请诸之 未知的薛帝 文汉使来 恐其补之 乃与太子谋刺之如前记 即中尉至 即贺王 王已故不发 其后自商曰 无形人意见消 甚齿之 然淮南王霄帝之后 其为反谋益胜 诸使道从长安来 未忘妖言 言上无难 汉不至 即喜 即言汉停至 有难 王怒 以为妄言 非也 王日夜于五倍 左无等岸于地图 不属兵所从入 王曰 尚无太子 公车及燕驾 庭臣必争交东王 不及常山王 诸 侯并争 无可以无被忽 且无高祖孙 亲行人意 陛下遇我后 无能忍之 万事之后 无您能北面臣世数子乎 王坐东宫 赵五倍与谋 约 将军上 被畅人约 尚宽赦大王 王复安得此王国之语乎 臣文子虚见吴王 吴王不用 乃约臣今见迷路由姑苏之台也 今臣意见宫中生荆棘 路瞻一也 王怒 戏五倍父母 求之三月 傅兆约 将军许寡人呼 被曰 不 直来为大王化耳 臣文聪者听于无声 名者见于未行 顾圣人 万举万全 西文王一动而攻险于千世 列为三代 此所未因天心已动作者也 顾海内不期而随 此千岁之可见者 夫百年之情 尽世之无处 亦足以欲国家之存亡以 臣不敢闭子虚之诛 原大王无为吴王之听 西秦觉圣人之道 杀术士 凡诗书 戏礼义 上诈吏 任刑罚 转赴海之素质之西河 当事之时 男子急更不足于遭 女子仿计不足于盖行 潜蒙田筑长城 东西数千里 报兵路失常数十万 死者不可胜数 僵尸千里 流血情母 百姓历节 欲 未乱者十家而舞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义务 环伟伟慈约 臣见海中大神 言约 辱西皇之始爷 臣达约 然 辱何求 约 缘请延年亦受药 臣约 辱秦王之礼伯 得官而不得取 即从臣东南至蓬莱山 见之成功绝 有使者同色而龙行 光尚照天 于是臣再拜问曰 以何自已献 海神曰 以令名男子若震女于百宫之事 即得之矣 秦皇帝大说 遣震男女三千人 资之五谷种种百宫而行 徐福得平原广泽 指王不来 于是百姓悲痛相思 欲为乱者十家而六 又使魏陀于吴岭宫百月 魏陀知中国老吉 指王不来 使人尚书 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 以为士族一补 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 于是百姓离心瓦解 欲为乱者十家而七 可谓高皇帝曰 时可以 高皇帝曰 代之 圣人当起东南间 不一年 臣圣吴广发矣 高皇始于风配 宫天下不期而响应者不可胜数也 此所未倒霞后奸 殷勤之王而动辙也 百姓缘之 若汉之妄语 故起于行臣之中而立为天子 宫高三王 得传无穷 今大王见高皇帝得天下之意也 独不观尽事之无处乎 父吴王自号为刘世纪久 父不朝 王四郡之众 地方数千里 内主萧桐以为前 东主海水以为盐 上去江陵墓以为船 亦传之在当中国数十辆车 国父民众 行诸欲金伯禄诸侯宗室大臣 独斗士不语 既定谋成 举兵而息 过于大梁 败于胡腹 奔走而东 置于丹徒 悦人勤之 身死绝似 为天下孝 夫以无悦之 众不能成功者和 成逆天道而不知实也 方今大王之兵重不能 十分无处之一 天下安宁有万倍于秦之时 原大王从臣之计 大王不从臣之计 今见大王是必不成而与先谢也 成文威子过故国而悲 于是作麦秀之歌 事痛咒之不用王子彼甘也 故孟子曰咒贵为天子 死曾不若匹夫 事咒先自觉于天下久矣 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 今晨一切悲大王弃千胜之君 必且赐绝命之书 为群臣先 死于东宫也 于是弃怨劫而不扬 替满匡而横流 急起 立阶而去 王有孽子不害 最常 王福爱 王 王后 太子 皆不以为子凶术 不害有子见 才高有气 常愿望太子不省其父 又愿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 而淮南独二子 亦为太子 见父独不得为侯 见因结交 欲告败太子 以其父代之 太子之之 恕补夕而绑持剑 见据之太子之谋欲杀汉中卫 即使所善寿春庄之以元朔六年上书于天子曰 毒药苦于口利于病 忠言逆于耳利于行 今淮南王孙建 才能高 淮南王王后徒 徒子太子千长及害建 见父不害无罪 善术补夕 欲杀之 今建在 可征问 拒之淮南 因是 书闻 上以其是下庭位 庭位下河南至 事实故辟阳侯孙审清善丞相公孙宏 愿淮南立王杀其大父 乃身够淮南是于红 红乃宜淮南有叛逆计谋 身穷至其欲 河南至贱 死隐淮南太子及党羽 淮南王患之 欲发 问武被曰 汉庭治乱 武被曰 天下至 王义不说 为武被曰 恭何以言天下至也 被曰 被曰 被窃官朝廷之政 君臣之义 父子之亲 夫妇之别 长幼之序 皆得其礼 尚之举措 尊古之道 风俗即刚未有所缺也 重装妇 甲 周流天下 道无不通 故交易之道衡 南越宾服 枪伯入县 东欧入将 广长于 开朔方 匈奴折斥商议 师缘不振 虽未几股太平之时 然有为至也 王怒 被泄死罪 王又未被曰 山东 宫即有兵 汉必使大将军将而至山东 宫以为大将军何如人也 被曰 被所善者皇义 从大将军击匈奴 还 告被曰 大将军遇使大夫有礼 于氏族有恩 众皆乐为之用 其上下山若非 才干绝人 被以为才能如此 树江席兵 未亦当也 及业者曹 梁使长安来 严大将军号令名 当敌勇敢 常为氏族先 修舍 川井未通 虚世足尽得水 乃敢隐 君霸 足尽以渡河 乃渡 皇太后所赐金箔 近以赐军力 虽古名将福过也 王莫然 淮南王渐渐以争治 孔国因是且绝 欲发 被幼以为难 乃父问被曰 公以为无心兵是邪非也 被曰 以为非也 吾王至富贵也 举世不当 身死单途 投足异处 子孙无一类 陈文无王悔之甚 元王熟虑之 无为无王之所悔 王曰 男子之所死者一 言而 且无何之反 汉将一日过成高者四十余人 今我令楼缓先要成高之口 周备下隐穿兵塞幻缘 一却知道 陈定发南洋兵守五官 河南太守独有洛阳尔 河足忧 然此北上有临近观 河东 上党与河内 赵国 人言约绝成高之口 天下不通 距三川之险 昭山东之兵 举世如此 公以为何如 被曰 臣见其或 未见其福也 王曰 左吴 赵贤 诸焦如皆以为有福 时事九成 公读以为有或无福 何也 被曰 大王之群臣尽兴信诉 能使众者 皆前戏诏遇 于无可用者 王曰 陈圣 无广无利追之地 千人之巨 起于大则 奋必大呼而天下响应 西至于细而兵百二十万 金吴国虽小 然而圣兵者可得十余万 非值世数之众 乱凿及今也 公何以言有或无福 被曰 王者秦为无道 惨贼天下 兴万成之驾 做阿房之功 收太半之父 发履左之术 父不宁字 胸不遍地 正科行俊 天下傲然若骄 民皆引领而望 轻耳而听 悲好仰天 后心而怨上 故陈圣大呼 天下响应 当今陛下临至天下 意其海内 犯爱争数 不得失会 口虽未言 声极雷霆 令虽未出 话持如神 心有所怀 微动万里 下之应上 由影响也 而大将军才能不特张寒 杨雄也 大王以臣胜 吴广欲知 被以为过矣 王曰 苟如公年 不可教兴也 被曰 备有余计 王曰 奈何 被曰 当今诸侯无一息 百姓 百姓无怨气 朔方之郡 田地广 水草美 民习者不足以食其地 臣之于记 何伟为丞相御师请书 喜郡国豪杰人侠 己有奈罪以上 设令除其罪 禅五十万以上者 皆喜其家属朔方之郡 一发甲族 及其会日 又伟为左右都思空 终上临终都观照与书 诸侯太子姓臣 如此则民怨 诸侯句 即使便五随而说之 堂可教兴时的一呼 王曰 死可也 虽然 无以为不治若此 于是王乃令官奴入宫 作皇帝喜 丞相 御使 大将军 军力 忠二千诞 都观令 承印 及庞进郡太守 都未印 汉使劫法官 欲如武被祭 使人为得罪而息 世大将军 丞相 一日发兵 使人急刺杀大将军卿 而说成相下之 如发蒙耳 王欲发国中兵 孔其相 二千诞不听 王乃于武被谋 先杀相 二千诞 为失火宫中 向 像 二千诞 救火 至极杀之 既未绝 又欲令人依求道依 使与袭 从东方来 呼曰南越兵入戒 欲因已发兵 乃使人至炉江 会计为求道 未发 王问武被曰 无举兵西乡 诸侯必有因我者 其无印 奈何 被曰 南收恒山以后 以基卢江 有巡阳之船 守下志之城 解九江之谱 绝玉章之口 向武临江而守 以靖南郡之下 东收江都 会计 南通靖越 驱枪将怀奸 有可得言岁月之寿 王曰 善 无以义此 急则走越尔 于是庭位以王孙建慈连 淮南王太子千文 上前庭位兼因拜淮南中尉 逮捕太子 至淮南 淮南王文 与太子谋照相 二千诞 欲杀而发兵 照相 向至 内使已出为解 中尉 中尉 中尉曰 陈寿赵使 不得见王 王念独杀相而内使 中尉不来 无以也 急霸相 王尤玉 继未觉 太子念所作者 谋次汉中尉 所与谋者已死 已为口诀 乃为王曰 群臣 可用者皆前戏 今无足于举世者 王已非时发 恐无功 臣缘会待 王亦偷欲修 即许太子 太子即自谨 不输 五辈自毅力 应告与淮南王谋反 反宗计句如此 立因补太子 王后 为王公 尽求补王所与谋反兵客在国中者 所得反据已文 上下公卿至 所连已与淮南王谋反列侯 二千诞豪杰数千人 皆以罪轻重受诸 恒山王赐 淮南王帝也 当作收 有私请逮捕恒山王 天子曰 诸侯各以其国为本 不当相作 与诸侯王列侯会议成相诸侯议 赵王彭祖 列侯陈让等四十三人议 皆曰 淮南王安慎大逆无道 谋反明白 当福诸 焦西王陈端一曰 淮南王安慎法行邪 怀诈尾心 倚乱天下 迎获百姓 背叛宗庙 妄作妖言 春秋约辰无将 姜儿诸 安罪重于江 谋反行已定 陈端所见其书结印图及他逆无道 试验明白 慎大逆无道 当福其法 而论国力二百十以上及笔者 宗是尽姓陈不在法中者 不能相较 当皆免官消绝为事物 无得换为利 其非利 他属死今二今八两 以 张晨安之罪 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 无敢负有邪辟背叛之意 丞相红 廷尉汤等已闻 天子使宗正以符节至王 未至 淮南王安自锦沙 王后图 太子千诸所与谋反者皆足 天子以武背雅词多隐汉之美 玉悟诸 廷尉汤曰曰 备守为王化返谋 备罪无赦 遂诸被 国厨为九将军 恒山王赐 王后成书生子三人 长男爽为太子 四男孝 四女五彩 又积徐来生子男女四人 美人绝积生子二人 恒山王 淮南王兄弟相择望礼节 坚不相能 恒山王 闻淮南王作为叛逆反聚 一心结宾客一应之 孔为所并 圆光六年 恒山王入朝 其业者未庆有方数 遇尚书是天子 王怒 故何庆死罪 相绑扶之 恒山内使以为非是 却其欲 王使人尚书告内使 内使至 阎王不值 王又树倾夺人田 坏人 坏人种以为田 有思情逮至恒山王 天子不许 为智力二百诗以上 恒山王以此会 与西慈 张广昌谋 求能为兵法后兴器者 日夜从荣王密谋反世 王后成书死 立徐来为王后 绝姬巨姓 两人相度 绝姬 乃恶王后徐来与太子曰 徐来使避古道杀太子母 太子心愿徐来 徐来兄至恒山 太子于尹 已任刺伤王后兄 王后愿怒 恕恶太子于亡 太子女帝五彩 嫁气归 与奴奴奸 又与客奸 太子恕让五彩 五彩怒 不与太子通 王后闻之 即善欲五彩 五彩即忠兄孝少师母 父王后 王后已寄爱之 与共悔太子 王已故树鸡吃太子 元硕四年中 仍有贼伤王后甲母者 王已太子使人伤之 施太子 后王病 太子时称病不适 孝 王后 五彩恶太子 太子时不病 自言病 有喜色 王大怒 欲废太子 立其帝孝 王后之王绝废太子 又欲并废孝 王后有侍者 善悟 王姓之 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已污之 欲并废兄弟而立其子广代太子 太子爽之之 念后恕恶己无以食 欲与乱已止其口 王后隐 太子前为寿 应聚王后谷 求与王后卧 王后怒 以告王 王乃兆 欲妇而吃之 太子之王常欲费己利其帝孝 乃为王曰 孝与王欲者兼 无财与奴兼 王羌食 请尚书 及被王去 王使人指之 莫能尽 乃自驾追捕太子 太子望恶言 王谢系太子宫中 孝日亦亲信 王其孝才能 乃配之王印 昊曰将军 令居外宅 多给金钱 招至宾客 宾客来者 威之淮南 恒山有匿迹 日夜从容劝之 王乃使孝客将都人救贺 臣喜坐棚车祖使 客天子喜 将向君立印 王日夜求壮士如周秋等 树称以无处反食计划 以约束 恒山王妃敢孝淮南王求其天子位 为淮南起并起国 以为淮南以西 发兵定将怀之间而有之 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 恒山王当朝 过淮南 淮南王乃昆帝宇 除前阙 约束返去 恒山王及尚书谢并 上次书不朝 元朔六年中 恒山王使人尚书请费太子爽 立孝为太子 爽文 即使所善白营之长安尚书 言孝库作 彦车祖使 与王遇者兼 欲以拜孝 白营至长安 未及尚书 立孺营 以淮南士系 王文爽使白营上书 孔延国音士 及尚书反告太子爽所为不道气势罪事 是夏佩郁至 元年冬 有思公卿 夏佩郁求不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 得臣喜于恒山王子孝甲 立合孝首逆喜 孝以 为臣喜雅术与王继谋反 孔其法之 文律先自告除其罪 又宜太子使白营上书发其事 及先自告 告所与谋反者救贺 臣喜等 廷慰至宴 宫卿请代补恒山王至之 天子曰 悟补 遣忠未安 大航西疾问王 王具以秦时对 立皆为王宫而守之 忠未大行还 以文 宫卿请遣宗正 大行与佩郡杂志王 王文 急自警杀 孝先自告反 除其罪 坐与王玉必奸 气室 王后徐来一座古沙前王后成书 及太子爽作王告不孝 皆气室 诸与恒山王谋反者皆足 国除为恒山郡 太史公约 诗之所谓荣敌是英 经书是城 信哉是掩野 淮南 恒山亲为谷肉 将土千里 列为诸侯 不务尊凡臣旨以城府天子 而专邪邪辟之计 谋为叛逆 仍父子在王国 各不忠其身 为天下孝 死非独王过也 义其俗博 臣下见迷使人也 夫京楚票永清汉 好作乱 乃自古迹之矣 淮南多恒 举世非正 天子宽人 骑过不耕 见车致祸 陡速成勇 王安好学 女灵作凶 兄弟不合 倾国允命 臣男未来决定 李泽活祿沾封其说明 毕与贵 未来决定 黄带 未来决定 山对者 几岛差 once 将子未来决定 抗中文 花组 未来决定 巳养的福尔大法